大家好,我是高杨 理想L7已经正式上市了 预售的区间是31.98到37.98万元 相比起L8的价格是稍微低一点点的 而在使用层面 它也定位为大五座的增程式中大型SUV车型 对于没有第三排刚需的消费者而言 无疑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参考售价 它所面临的对手也并不算少 本期视频我们就选取了两款有代表性的产品 和它对比一番 分别是问界M7与小方G9 那外观与内饰的风格算是人者见人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三者都属于新能源该有的简约科技风格 个人认为论未来感 那理想L7和小方G9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至于其他方面 先来看理想的L7 其在车身尺寸方面 长宽高分别为5050,1995,1750毫米 轴距305毫米 算是全方位均有一定的优势 而在动力方面 双电机的设定 综合功率330千瓦 综合扭矩620牛米 算是非常充足的一个水准了 而在此次的对比中 理想L7的主要优势 还是在于空间与驾乘的舒适性方面 尤其是空气悬架的加持 另外 录用功能配置 在三者同价位的产品中 也是更加丰富一些的 继续来看它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分界M7 该车的尺寸 与理想L7算是同一个水准的 二者的差异是比较小的 而在动力方面也是极为接近的 同样是双电机的设定 综合功率330千瓦 依旧是冲突的表现 而M7的主要优势 是在于更加内敛豪华的氛围 以及更具高级的行驶质感 除此之外 就是搭载的华为鸿蒙OS系统了 论功能性与延展性都会更加的出色 也为日后万物互联的理念 做出了更多的准备 最后就是六座的延展性 有一定优势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对于第三排没有刚需的家庭 因此就不赘述了 至于小鹏G9 更多的是与上书二者 有着较多的价格重叠 但纯电的定位 还是有一定偏差的 无疑在便利性上 是它最大的弊端 抛开纯电的设定 其车身的尺寸更多 是介于中型SUV与中大型SUV之间 这个尺寸和空间的表现 是处于一定劣势的 而小鹏G9的主要优势 是集中在更为顺畅 精密的加乘感受 并且在辅助驾驶能力方面 也更出色一些 两颗激光雷达的设定 也是此次对比中最多的了 综上所述 三款产品都有着各自的优势 不过对于个人而言 我有旅程焦虑 也没有固定的充电条件 因此小鹏G9是第一个提出的 剩余的两款 由于理想L7的配置 更为丰富 且舒适性更加的到位 因此站在家庭使用的角度来说 我更倾向于推荐它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